滾滾黃泥水夾帶土石 輕流而下 美風颱風避淹的烏來 觀光客必經的嵐勝橋 水位已達一級警戒 眼看就要被淹沒 目前整個溪水 等於都是暴漲的一個情況 自從中午過後雨勢 根本可以說是風強雨重 因此這個溪水非常的湍急 南市溪水暴漲 警方在平廣橋拉起封鎖線 禁止人車通行 校域派出所前的馬路變成小溪 一旁還多了大瀑布 潘舊甲縣土石攤坊道路中斷 路面破了一個大洞 瞬間13級陣風 將土石流瀑布捲起來往上吹 打在工作人員和警察身上 差點站不穩 去年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老街 商家這次早早備好沙包 拉下鐵門應戰 整個老街不見半個人影 可以看到老街底一旁 都是堆滿了沙包 因為在去年蘇迪勒颱風的時候 這個烏來老街受到重創 當時水就是從這邊 全部都灌進了老街 8月8號水災 像他們對面都 地下室都兩層樓 兩邊的橋都圓了 這次我很擔心 當然 美肌風長雨大 信賢和福山山區 累積雨量突破350毫米 越晚雨勢越大 好不容易災後重建的烏來 如今再度重創 記者和慧榮劉士偉 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 指揮校市長 議員 有請 並且 介紹 Vic 警部 警部